今年的美国房市非常不同寻常 对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预测 经济学家和各类分析师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有些人认为这仅仅是房价增长的小挫折 现在房市只是进入一个调整事情 有人却认为这是更大幅度调整的初期阶段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后面还会有更大的跌幅 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一个难以定义 无法准确预测的新房市时代 因为过往的数据 推论 模型 好像都不太能够套用到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事情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疫情以来的大的变局 是前所未见的局面 不管是美联储的降息 深息 过房者的热情或观望 俄乌站站的爆发引起的连锁反应 股价的飙涨和暴跌 科技业的蓬勃发展到现在的裁员不断等等等等 这一切事情都是过去极少出现的现象 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 这一次的房市衰退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相关类比性 四次扫出一样的脉络和pattern 但是谈到最后却发现各种情况都不一样 而与此同时的我们也看到 每个月公布的失约率稳定维持在3%左右 但是每天的裁员的消息却占据了各大新闻的版面 我们看到通胀率一直在改善 但是我们买的东西 吃的食物 以及得到的服务等等并没有降价下跌 这可能也就是大多数人困惑的原因所在 因为当数据与现实的差距会感受没有那么相符的时候 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时候该听谁的呢 其实不管你经常看到哪些报告预测 就算你经常看到美国地产热点 想要在今天的房产市场上投资买房 你还得是看按照自己的能力 当地具体的情况以及需求来衡量 买房已经成了非常个性化的行为 而且房产的确是一个区域性非常强的产业 但是从各种数据中来观察房市还是有必要的 作为投资判断的依据 今年1月份房产建商开发的新房 现在占整体房产库存的30%以上 大约有40%的建商已经将新房的房价 降低了5%到15%之间 还有超过一半的建商 已经提供买家各种的促销措施 包括了延长利率锁定 免出过户的费用 或者是免费升级 以及买断低贷款利率等等等等 总之这些措施也确实对买家起到了一定的吸引作用 房市在不断的变化 跟着我紧跟市场趋势才会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我是第三世界的陈森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第三世界来代入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